凤九回归真身 恢复了记忆 发现帝君在和魔尊打斗 凤九想去找帝君 帝君为了保护他受了伤 还将魔尊的画像引开 梦境外的人看到梦境恶劣的变化 知道是出现了变数 很是担忧 菊诺被救 蔡道士魔后主动去请沈夜救他 军后安慰他 并承诺会想办法 让他重返皇宫 凤九闻着血腥味去找帝君 帝君看到凤九后 直接闻了上去 凤九有些害羞 但还是细心照料受伤的帝君 魔尊发现自己的画像 都能让帝君受伤 有些得意 凤九还在吃疾痕的醋 帝君向他解释 还直接向凤九表白 两人的误会解开 帝君唱歌给凤九听 并承诺出了梦境就带凤九回家 凤九睡着 帝君准备将凤九和阿兰热的肉体换回 却发现阿兰热的肉体已经消失 猜测凤九和阿兰热有着一定的联系 帝君将凤九带回了画坊 凤九醒来 两人还需要继续在这个世界 扮演夫妻的角色 莫先生来探望凤九 得知凤九已经回归了原生 而阿兰热的身体却消失了 有些惊讶 帝君打造了妙华镜 想要解开凤九和阿兰热的联系 帝君会发现凤九和自己的影子的秘密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枕上书速看版